胡师傅做了61年的这碗面 脚白如银 纤细如丝 这就是江湖引记已久的银丝面 前身用的裂 你脚上用筋 手上也要用筋 整齐和身体连在一起 面也是这样的 要把它揉上筋做面 面放在案板上放水了以后 它的散热是散的 慢慢地活在一起 揉出进来 揉出进来 要把里面的毛孔绕掉 看办法 这个面要摔 摔了以后 毛孔才会摔出去 揉是滋润 摔是压空气 那么一共18遍 现在这个面再滚一遍就切条了 面如银丝 根根分明 浸到爽滑不易断 为了配得上这碗银丝面 还是要一道清鲜的面汤 都是本地散热老鸡 拿回来先用剪刀开片 开片之后把脊椎上面那些脏的血啊 血块全部把它清洗掉 只留鸡身上的肉 油 看出来干干净净的 开片后的老鸡还要过水 除去血水 浮沫 洗净之后才能正式下锅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鸡的鲜味 掉汤时只需锅边的汤慢慢翻滚 这种手法就是敲边滚 改小火之后要掉六个小时 很浓 然后很鲜 清爽 不会浑浊 掉出来那一碗汤下面就看到碗底 日上正 小镇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 各路慕名而来的时刻 让小店也热闹了起来 二号 二十号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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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刘老师 你知道他这个面怎么样 刘老师 你喜欢我吗 喜欢你 孙岩 新万新的现任掌门人 跟随胡师傅学权 为了不让师傅银丝面的手艺失传 恢复了引记几十年的新万新银丝面馆 银丝面 它本来就是一个江南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产物 它是以细 它是以面粉的那种的香味 而这种的细和鲜香 在鸡汤的映成之下 它会产生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 在吃这碗面的时候 它能够吃得到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洁的味道 面粉本身的香味 口感吗 好好吃